就在几个月前有爆料称杨毅的七千万豪宅涉嫌为鉴 但杨毅夫妇声称自己的房子手续齐全 现场一度情绪激动 甚至与现场相关执法人员发生语言的冲突 你的网上一阵热议 有人说豪宅违法应当被拆 也有网友力挺杨毅说豪宅是合法建筑 这幢房子到底属不属于违建 如今是否是因为违建而被拆除 杨毅本人并未做出官方回应 而在11月2日 网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视频称 杨毅的豪宅被拆了 视频可以看到 有一台挖掘机正在工作 有几个工人在工作 院子里满是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像小山一样堆积在院子角落 杨毅以往参加的节目和在一些平台发布的短视频 可以看出杨毅的豪宅布置十分讲究 三层别墅院中有装饰考究的山水装饰 内置许多中式家具桌案 茶几上摆放着价值不菲的古董摆建 非常奢华 如今被拆迁 很多网友都关注 原来价值不菲的古董现如今去了哪里 据悉杨毅的美术馆新馆 从原来的虹桥某创业园 搬到了古文化街海河码头对面 经过锦罗密鼓 如今总算安定了下来 美术馆新馆已经对外开放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里面都是价值连城的藏品 名画文物等等 装饰十分讲究 杨毅美术馆新制开放 散发沉稳平静气质 杨毅说希望和大家共享 从上文写的那段话 到整个美术馆给人的感觉 确实是沉稳平静的 杨毅近期也是受到了很多争议 先是美术馆原址存在违章嫌疑 后来又在直播时直接怼网友 说自己赚钱养家 不存在网友说的不务正业的情况 天津是取义之乡相声窝子 出过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老一辈不说 近几年比较火的有郭德纲和杨毅 郭德纲是一路走来争议不断的 杨毅虽然没有郭德纲这么招风引蝶 但最近确实也引来了很多议论 这对父子日常在公众面前 积极宣传传统孝道和弘扬正能量 不过私自建立这样的违章豪宅 还是不可取的 不过现在违章建筑已经拆除 杨毅父子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欢笑